這一段其實就是這個啦 所以你如果假設你上禮拜沒存到檔 你就這邊這個部分應該在第五頁 Ctrl C嘛 那理論上應該Ctrl V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模組嘛 反正開個模組貼過來 應該都一模一樣 我看一下貼一下 貼一下好像一模一樣 應該沒有不一樣嘛 有沒有 所以就是1到72 那不過將來應該數字會變動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暫時還不會更進階爬蟲的話 那可能就是先把它寫上 那如果你會的話 那你就是像我講的 因為它是A標籤 那你看一下這個A標籤它在第幾個 你也可以把第幾個這個值 裡面的Content有沒有 抓下來就是一個數字 你就把它放在這個位置啦 那就知道說它第幾個了 OK 不過前提就是 那個部分算比較進階的 其實後面我們應該會講到稍微進階的 如果講完應該理論上 你也可以回頭再改也OK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它做成變動的 只是說你可能要付出一點代價啦 不過我想剛開始也許 不要把程式弄那麼複雜啦 不然的話 真的後面程式越寫越複雜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而且我覺得有些同學蠻認真的 回去的話 他可能就是會利用TrackGPT寫一點程式 其實我這邊是有 比如說我有Q 請幫我寫 就是跟TrackGPT裡面跟他講說 請幫我寫 撰寫下載網頁裡的表格資料到Excel的程式 我把網址給他 後來呢 底下就是他給我的程式啦 所以我把它順便貼上來 然後你會發現 他其實這邊就不是用QueryTable 他用的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 他用的是一個叫CreateObject 有沒有 他這個Object物件 叫做 什麼東西呢 叫做Internet有沒有 其實簡證就是IE嘛 所以他給的程式 就是利用IE流氧器 然後呢 把它載到VBA裡面當一個物件 然後利用這個物件 去把我的網址裡面的 資料 把它載到這個物件裡面 他再把 那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再去 從物件裡面取出來 把它取出來之後呢 再去找那個裡面的table的標籤 不過他這個應該是找Class啦 找ClassName 然後呢 找到之後的話 再逐一把它從裡面抓出TR跟TD 最後得到的結果 應該會跟我們用QueryTable 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呢 他寫的程式嘛 哇 光看的話 就應該覺得 不過這個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假設有一些程式 不能夠用那個QueryTable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想用別的方法 那用IE無件是其中一種方法 OK 所以我覺得IE無件非常好用 好處就是說呢 只要能夠載入到 就是瀏覽器的資料呢 理論上我們都可以爬的回來 不過 Ie瀏覽器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 游覽器呢 它其實滿佔記憶體空間的 所以你變成說 你可能一run之後 哇 你記憶體如果不夠大的人 可能你的記憶體會被吃光光 第二的話呢 跑的效率也不太好 因為瀏覽器 畢竟就是一個比較笨重的 OK 所以跑起來效率也不太好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先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發現其實 它給我的程式碼滿驚艷的啦 但是這個程式裡面 我個人的習慣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通常我上面的定 有沒有 我通常沒定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 你們要拿這一段程式碼來run的話 其實我的習慣是上面的定 都把它刪掉 這樣就可以少宣告很多東西了 OK 有信息同學可以自己再亂亂看 那底下的話 我還要改一下 第一個是它用IU物件 然後後來我又補了一個 那請你改成用Creditable 我看一下 它也有幫我寫出來 對 它也馬上可以 我覺得TrackGPT還滿厲害的 你跟它講說 請使用什麼物件 他真的還看懂了 所以底下的話 它就改用Creditable物件 你看這邊Creditable add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的 當然程式的寫法不太一樣 不過理論上 大概結構就差不多 那再來其實Google也有一個叫Google bar 它其實也類似像TrackGPT 不過你會發現它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我是語言模型 沒有能力幫這個忙 所以後來我幾乎都不太用Google的Google bar 因為寫程式部分 真的也會傻眼 那根本就不用試了 他說我是語言模型 不然你是什麼 OK 沒有能力幫這個忙 那表示說Google 它對於寫程式這個部分的AI 它其實還沒有訓練到一個地步 OK 那你說為什麼TrackGPT這麼厲害 其實我是覺得 以我的以前的經驗 我發現 其實背後的最厲害應該是微軟 因為微軟公司早就已經有這種東西了 只是它把這個技術灌注在TrackGPT裡面 讓大家免費使用 以前是要錢的 但是現在突然變成不用錢 整個都很好 OK 但是問題我覺得還是有進步空間 那回到剛剛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把1到72月的資料全部下載 然後Ctrl向下 總共應該會是到6525列的地方 但是它總共有幾個問題要解決的 我有把它寫在雲端上面 在第七頁這裡 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多餘的藍民 第二個是多餘的日期 日期的話變成說把它拆成三列 其實不用 它為什麼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當然要需要解決 可是目前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我暫時不解決 那怎麼做比較簡單 後來我發現 當然千萬不要傻傻的 自己慢慢去刪除 後來發現有個簡單的方式 只要三個步驟 這個問題就OK 第一個就是把游標先放A1 然後利用排序 排序的話就是先遞增 遞增排序為什麼 因為我排序的時候 這個列的藍民 這個藍民它不會跟著排 所以我只要A到Z的話 那理論上會把 什麼年有沒有 年月的話好像它這個 裡面的資料好像更長 這個又是刮虎又排在後面 所以我把游標放A1之後 A到Z一下 資料A到Z 你會發現它會把所有的日期 通通都排在一起 所以底下好像這就是我們要的 第二步驟的話 我再把游標放B1 然後Ctrl向下 有沒有 Ctrl向下為什麼 它會停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只要把什麼 這個下面的資料 全部都刪掉就好了 所以我只要抓到 這一個的下一列開始 當成我要刪除的頭 那尾巴在哪裡呢 尾巴就是 這個的Ctrl向下 剛好在下面 這些全部都是我要刪的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這樣就蠻快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刪除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B1 Ctrl向下 的下一列開始 然後再到哪裡呢 再到A1的最下面一列 把這個範圍 全部都把它圈起來 然後按一下 右鍵刪除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就可以把不需要的刪掉 這樣最快 那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需求是什麼 把那個六個號碼 把它存到新的六個儲存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六個號碼 它目前是 放在一個儲存格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統計分析 這怎麼分析 這沒辦法分析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六個號碼 拆分成 123456 OK 那所以我的想法是 乾脆從這邊 把備註這個也不要 備註當成是1號 那向右拉按 Ctrl鍵 1到6 然後把這邊的資料 剖過來這裡 怎麼剖過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一個功能 應該有吧 資料裡面有個叫做 剖C 所以你可以把游標 記得喔 知道剖C它的原理 記得1 請你先選你要剖C的資料 所以理論上 一定是選B2開始 你不要選到B1 因為B1沒有要剖 從B2 Ctrl-C的向下 然後呢 做那個資料剖C 跟他講說 我有個分格符號是逗點 所以這邊的話下一步 然後逗點打勾 Tab打勾取消下一步 然後呢 問 他會問我說我要 剖資料到哪裡 那我要到D2 所以把目標儲存格 改成在這邊 按個完成 然後再把B1給刪掉 這樣我們號碼就有了 有沒有 一個特別號 加6個號碼 那這樣這個範圍呢 其實就可以拿來做統計分析了 所以喔 這個做出來之後 下一步喔 我如果想知道 到底歷年來的1到49號 哪一個號碼開出來的數量是最多的 那怎麼算 其實這邊只要用一個函數 叫conve就好了 OK conve就可以算完了 然後排名一下 幫我排一下哪個是第一名 也許前幾名前十名吧 幫我把前十名算出來的話 那這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所以你可以剛剛看到我剛剛做幾個動作 我把它ctr字一下 其實第一個動作 我是把游標放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把它排序對不對 第二個是把它游標放這邊 ctrl向下 追蹤從這邊到下面把它刪除掉 再來就資料剖析 所以如果要把這些動作 如果我剛剛是人工作業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把這些動作 改成用程式來寫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你說老師我不會寫 不會寫用錄製的吧 錄製可不可以 可以 但錄下來的程式一定會很冗長 可是如果假設希望縮短來寫的話 其實非常短 程式大概就是一個動作一行程式 那就可以寫完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我講的這個資料先下載 然後試著用那個排序的方法 把資料給刪掉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